大家好 我是投资多角度的Stella 踏入下半年之前在6月份市况比较反复 到7月份究竟会有什么消息 以及在市场上对整体股市 无论是港股、内地股市或美股 会如何行走的话 我们立即和大家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恒生指数图 这幅图是在6月底做出来出面 大家会看到当时出现了一支大阴烛 这幅是周线图 那个星期是一些很负面的新闻 例如说以为美国原来要继续加息 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 因为5月份那次意识完 加了25个基点之后 大家都认为那次应该是最后一次的了 大家讨论的话 不是说是加不加息 而是说将来什么时候会减息 但突然去到6月份的时候 全部是180度转变 当时市场上就不是想去减息 大家就在想 糟了 美国今年下半年时 还要加多几次息 还要加多少息呢 当然 对方说是美国的通胀 回到4点多 好像很英俊 但博威尔走出外面说 4点多是完全不满意的 我们要2% 大家立即想到 来到2%还有很远的距离 不就是说还要加息 再加上我们看到一堆经济数据 都出现了 就是说是美国 未来有机会 通胀重新会发生的 这样的情况下 令到加息的预期 就开始引伸出外面 令大家都觉得 哎呀糟了 就是 股市 汇市 或者是说 究竟银行 会不会出这些爆煲的情况呢 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港股率率先是受到影响 令到大家会看到 那个礼拜时跌得很厉害 本来都升了上2万点水平之上 立即跌穿19,000 大家会看到这幅图的时候 就看到 在明显地 就是一个向下的趋势里面 在现在看这幅图的话 其实就会是 回到这个大概在1万7千6 1万7千8个地方 但如果你说在这个图形上面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1万7千多 其实未必是止暴 只不过较短线一点的话 可能说是一个月 或者是两个月的话 就会朝着这个趋势 慢慢向下移的 大家都会看到 之前我们所说的一个 这个头肩底形态 左肩右肩 右肩的时间做了太久了 就是说这个头肩底形态 就完全不成立了 当然你说 这样是不是完全破坏了呢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今次这个跌幅 跌到去去年10月底的低位 做一个都是头肩底 不过做了双头的头肩底形态 当然就在现在这刻 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会不会跌到这么低了 但是现在以形态上的话 它就应该是慢慢向下跌的了 除了抽线图之外 我们可以看一个月线图 大家就会很明确地看到 之前我们所说的 10月底的低位 然后本来就说 头肩底的升穿颈线的时候 就会是以量度幅度计算的话 可以升到上3万点 但是大家会看到 两条的移动平均线 说的是7月和19月的移动平均线的时候 很明显地是压着价位的 不就是说 接下来就说 只要升不穿19月的平均线的时候 其实上行指都会继续向下 我们就看着 究竟它会不会 下跌去去年10月份的低位 就是大概在15000或14800那些地方 当然由现在到14800是很可怕的数 每个人都会觉得 会不会这么夸张 但是形态上 就告诉大家 它真的有机会 是这么夸张的 除了这个行指之外 我们看看恒新科技指数 因为近期一些科技股的走势时 好像相对性都较弱一点 曾经大幅反弹过的 但是之后也无以为计 我们看这幅图 大家就会看到 你看到它是一个大阴烛 同样的大阴烛 但是它整成形态上 它是横行偏远的 它不同的恒指 恒指的地方就是一个 横行不改 就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很明确的 如果升穿一线的时候 就会大幅上升 但是这个恒新科技指数 它也像是头肩底 但是那个头肩底 是不会一个很确定的 一个大跌的情况 在上和之前的教育时 都是相差不远 所以在图图上 我们都会看到 形态上就更加差 就是说如果恒指 真的要出一个 下跌大跌的趋势时 相信恒新科技指数 跌幅会更加重要 测试上年10月份的低位时 就更加明显 也会有很大机会 接下来也要测试三千四百点的地方 相信会跌穿 然后就慢慢慢慢逐步向下 除了港股之外 我们看看内地的股市 大家都知道 港股上有一半以上的股票 都是内地的企业 所以内地的股市 是非常影响港股的 这一幅是上资综合指数的周线图 亦是在6月尾时 发生了突然之间 我都出现了大阴烛时 它也出现了一支大阴烛 而且在高位度开始 大跌到最低位度收市 真真正正一个 是切头切尾的大阴烛 即是说 在内地的股市的跌幅 是会更加明显 为何呢 除了美国加息之外 因为内地的经济状况 其实大家都较为担心 自从通过关之后 大家会有很大的期待 在头一个月两个月时 都好像不错 复苏得不错 应该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但竟然在1、2、3月过了之后 竟然那个复苏步伐实 是走回头 即是说 都复苏的 不过不是想象之中 是越来越好 可能是横行 或者是一个大型上落市 这变成了令到内地的股市 就更加出了一个 比较大的跌档 接下来的话 大家也会看到 它明显地要向下 不过向下去到哪里 大家会看到 就说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做了一个低位 接下来从去年10月份 低位时 做了一个双底的形态 之后想着它会是一个 很漂亮的上升的势头 但无奈 就说是在5月份的时候 做了一个高位 之后 其实就在3,400点地方的时候 就开始逐步向下 现在就明显地要向下 测试3,000点 甚至是更低的水平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这个3,000点的关口 如果看越线图的话 就更加明显的 因为由2014年到现在 在过去的10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看到 这幅图 真是一个 是横行得来偏强少少少 通胀可能已经抵消了的形态 你看到它 也是在横行的通道变道走着 之前一度升到上 3,400点的水平之上 但无奈就跌回头 也有机会向下测试 这个支持位的底部 大概是3,000点的水平 所以说现阶段是偏远的 到3,000点的货 就可以考虑 买货 播放在中长线 整体整个市场的时候 就会向好的 除了香港内地看完之后 当然我们要回到主角 就是说是美国方面 因为是说美国要加息 当然美国加息的时候 它的经济好不好 真的会影响全球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 究竟这个加息 会影响美股有多少 这幅图就是 美国的Dow Jones的周线图 同样地大家会看到 它在一个趋势里面的时候 就是一撞了绿位时 就出了一些回软的势头 虽然之前说 它也是高位到徘徊 但是明显地它是没有力去突破的 或者地方就是说 只不过大家炒它 原本炒它会减息的时候 股市就会多了钱 自然就会向上 但是现在说是 未来下半年都会加息 虽然说是会加50个基点 加两次三次 大家有数得计 因为说明之后是不会每一次加息的 可能是隔次隔次 就是说刚刚过了6月份 就会维持息后不变 到7月底就会加息的 然后9月中又会维持息后不变 然后到11月底 就会再次加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今年是大家不会再炒作它减息的话 股市一旦没有减息的炒作 一定是向下 所以大家会见到 就是那个DOW中心 撞了阻力位之后 实际上会逐步是向下 很大机会实 看回图的话 都要下去是31200点 这个支持位的 这个只不过是周线图 如果可以看回月线图的话 跌势更加得人害怕 当然刚才说的是3100点 就是这样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 那个DOW中心的一个月线图的时候 由2020年开始引伸出来出变的时候 有一个强弱分界线 去到现在 大概在28200点的水平 是有支持的 接下来就会反复偏远 以沽货为主目标 看回28000或29000以下 除了DOW中心之外 我们也要看NASDAQ的走势 因为NASDAQ的走势 明显地比DOW中心强很多 大家看到这幅图 就说是 由去年9月份左右的地方 是大概10500点水平 开始上升之后 到现在 最高曾经试过15300 不理不过升势 是多么凌厉 大家会看到 每逾一个阻力位时 都是升穿的 例如地方 之前这个阻力位 在14000点的时候 想着他应该穿不到 他就立刻穿给你看 现在就去到另一级阻力位 说是15400的地方的时候 千真正有机会是守住 升不穿之后就会回落 现在回落的支持位 都是要看14000点 要14000点真的跌穿时 才是确认到 他完全是一个下跌浪 和DOW中心很明显有不同 而月线图方面 今年的时候当然就更加惨情 因为大家会见到 如果和Nesdaq的月线图 和DOW中心的月线图看的话 其实大家真的很接近 都在一个大型上落市里面 最近就撞了阻力位 即是说现在就要由高位 要跌到向下的时候 就看回到10500点的地方 说是有4000几点的跌幅 所以美股我预计今年的时候 应该就会是大跌市 等明年减息的时候 才会回升 因为明年就是美国的大选年 相信很大机会 股市会向上 亦都借助减息 令股市是向上的 最后和大家说一下日经指数 为什么要说日经呢 因为大家拆开股市都知道 就是除了港股内地的股市 和美股之外 跟期大家就会把日经 差不多挂在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几十年 只有一个横行的半角 终于是德国的突破性的发展 最近就升到上去 34000点的高位 而这个高位 就是说的是三十三年来的高位 你想想三十多年 终于都重新建 即33年前的时候 你在34000点买了一些 日本的股票 你去到等了33年 终于回到家乡了 所以大家都是成为一个焦点 大家都是探讨着 日本的经济状况 是否容许日经升得这么厉害呢 好的 暂时不要说它的基本因素 先说一下图 在34000点 而之前是由去年十二月 见了底部 即25800的地方 开始升上上 短短的半年时间 大概七个月时间 已经升了差不多 八千点九千点的水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一旦它回吐的话 它要回得多深呢 首先我们看到 在这一幅图上面 由这里 我当由这里起步开始计算的话 其实一信 这里是一个上升的一浪 接着就是这里 回吐的二浪 这个明显地 就是开始一个三浪 因为通常三浪 就是非理性的急速上升 或者是急速下跌 那现在的上升三浪 当然是一个急速上升 也是非理性的 因为刚才也说了 那基本因素 是否真的容许它升得这么厉害呢 基本因素不看的话 我们看图图 就说 不可能日本的经济突然之间 会爆好 好到 会由短短的二万六千 的时候 升到上三万四千点 所以就说 这个明显地是一个三浪 接着就会是一个四浪的调整 四浪 我觉得最尽可以调整到多少呢 就是二浪的高位 就是说是二万九千点 这个地方 当然它不一定要去到二万九 本来就说 它不会跌穿二万九 就是三浪 如前总之术 就是四浪回吐 之后就有个五浪上升 五浪上升的话 就会有机会 是升穿三万四千点 所以大家就会趁这个回吐 时 就入市去买货 但是 大家要记住 它是不会跌穿二万九 可能你就会在三万一 或者是三万零五百 六百 之后 就可以去买货 那 未来的话 日经有机会回吐 时 就会再重新向上 那 今集讲到这里 先了 下次再和大家探讨 整体环球的股市 有没有机会是一个上升浪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 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主播 无私奉献 大致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 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 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请数据